每道有新闻传来因为酒驾造成死伤 总是让人不胜唏嘘 而为了要有效的防治酒驾造势的意外发生 新电警分局在酒驾取缔案件方面逐年的增加 今年在上半年度就有455件 此外新北市整体的酒驾死亡人数 也由去年同期的12人下降为3人 降幅高达7成5 可以说是在酒驾防治方面成效相当的良好 35好友聚会难免会喝上几杯 但在喝了酒之后 您是否还记得喝酒不开车的原则呢 每当新闻播报因为酒后驾车造成死伤 甚至毁了好几个家庭的幸福 是不是让您觉得遗憾呢 为了有效防治酒驾造势案件发生 新电警分局从101年起 在酒驾取缔方面的案件数逐年增加 而今年上半年度就已经达455件 从101年取缔了723件 到102年的854件 到103年7月上旬 总共取缔了455件 这个部分我们从逐年的取缔件数逐步的增加 然后酒后驾车制造是A1死亡车祸的部分 从101年零件到102年一件 到目前为止 103年本分局尚未发生 然后我们取缔件数逐步的增加 只是为了确保最终的确保 不要有A1死亡车祸 酒后驾车制造是A1死亡车祸的发生 取缔酒驾就是希望能够提醒驾驶人 新店及分局表示如果真的要喝酒 可以先指定驾驶 邮聚会朋友中的其中一名在不喝酒的状态下 开车送其他人回家 另外分局也积极向餐厅业者宣导 并可提供待教继承的服务 避免酒驾不幸意外发生 我们新店分局一直有在各个 向各个餐厅做一个宣导的业者 做一些宣导 就是希望说如果有一些民众喝酒醉了 我们可以协助他们 帮他们叫一些计程车 来带着他们回家去 避免说他们自行跑去开车 而引发其他人在用户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因为防治成效良好 新北市102年酒驾死亡人数已经从101年的25人下降为15人 减少了四成之多 上半年更由去年同期的12人下降为3人 降幅高达7成5 日前也因此获得警政署评定为全国特优机关 受搬酒驾防治成效特优奖牌 而新店警方局也再次提醒民众 如果酒驾经取缔最高可除以9万元以下的罚还 并可调扣驾照一年 但最重要的为了宝贵的生命 切记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